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主妇学韩语语法笔记分享 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二课 第一个语法我们介绍的是动词和形容词后面加上阿欧度 它的大概中文意思就是即时就算 我们正在学习的语法与语言点是非常生活化的 这套教材的一二三阶段的语法 可以说包含了韩国语的70%到80%的语法了 如果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与运用这些语法与句型的话 我们韩语的听力与绘画一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法务部知道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就业的时候需要topic成绩 所以这套教材的大部分语法是与topic相通的 甚至增加了很多生活化的句型 无论你是第一次进入我的频道 或者是我频道的老朋友 我都希望大家通过这套教材把基础先打好 以后一定会有收获的 선배 前辈 它的反义词是呼辈 后辈 这就如同我们中国人说的学长 学弟 学妹 因为学习 原型 形容词 忙的意思 这里用了 语法 我们在二阶段第十课里面介绍过的 ENDE 的用法非常常见 我们之前几课的句型里也在不断出现 这种常用的句型我们一定要一葫芦画瓢经常的运用起来 一本 这次 出所得 中秋节的时候 故乡会开哟 去故乡吗 回故乡吗 当然了 아무리 无论 爸爸度 即时再忙 无论多忙 明日会能 明日 节日 故 故乡会返回 故的意思是一定 一定得回故乡 父母人 父母亲 期待仕事 原型是 等候 后面加了个 表示尊敬的意思 在谈论长辈或者戒品比我们高的人 那个时候后面都会加上戏 表示尊敬 期待仕事 大家还记得形容词动词后面加 这个语法吗 它是一个表达原由理由的语法 一般用在句子的结尾 我们在二阶段第十六课里面详细解释过的 为什么这里没有用 因为这里是前辈回答着后辈的问题 所以不用加有 可以直接用语语 但相反 后辈问前辈的问题 后面要加上有 表示尊敬 结尾这边 能 它加在这里 表示的是一种状态 它的变形规则也是老样子 三种 a o he 结尾是hada的最简单 直接hada变成he 后面加上du 公布hada 即使学习也怎么怎么 我们回到第一个 a do chada 小 它的词干a是往右边方向的 所以我们跟a do 变成zaga do 就算小也怎么怎么 我们看中间的o do mo ta 吃 o的词干是往左边的 所以我们跟着o do 变成mo go do 就算吃 也怎么怎么 这个a o he的变形规则 适合大多数的单词 在二阶段里 我帮大家很仔细的总结了很多次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比较理解了 而且会运用了 对吗 今天的第二个语法是 动词后面加ge do 它的大概中文意思是 变得怎么怎么 do da有关的句型语法 我们在二阶段里面学过两个 一个是o ya do da 得怎么怎么 第二个是o du do da 可以 今天我们学习的动词后加ge do da 来看看例句怎么用 두 분은 처음에 어떻게 만나셨어요 亲한 친구 소개로 만나게 됐어요 두 분 两位 本就是位的意思 一位两位的位 처음 第一次 初次 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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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如何 o do que 如何 만나셨어요 原型是 만나다 见面 shô soyo也是礼貌的一种表达方式 如果我们说成 어떻게 만나요 也可以的 亲한 친구 非常亲的朋友 也可以说成闺蜜 suge 介绍 介绍 sukeru ろ在这里表示这种方式 是朋友介绍这种方式 见面的 认识的 在 manada 把大去掉 mana 加上 ge dessoyo 字面意思我们理解成 变得认识了 以前是不认识的 朋友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口语中我们直接说 啊好朋友介绍我们就认识了 这样来回答 不用像分析语法那样咬文嚼字了 이번에 새로운 회사에 들어가게 되어서 정말 기쁘다 一本 这次 새로운 회사 新的公司 ドロカゲ 되어서 原型是 ドロカだ 进去 把大拿走 加上ge で어서 这里运用了 あそおそ 表示原因的语法 因为进入新公司 这个变化 ゼンマーきっぷだ ゼンマー 非常的 きっぷだ 高兴 开心 这个きでた 文化的动词变形规则很简单 只要在动词的原型 词干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 变得擅长 穿越十五次的坚果 穿越十五次的坚果 サ Pet It'së God 기원하다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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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都 ovrata 拜拜